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知道轮回是个假象 是一个梦境 而且你生生世世在轮回 而且很多次不断地制造轮回的幻境 而轮回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有夜报推着你 是你不断地制造 有一个你在那儿不断地转悠 你那个我 小我 三维角度的我 假如你现在是个人历 死了以后 你那个三维角度的我 不断地制造一些时空出来 让自己在这些时空里面就像轮回 就像存在着 其实你不在这个时空你知道吗 在本质上我们是空虚的 是无处不在的 你现在就认为你就是人历 小小的空在人历这个小时空里 你很不自在 知道吧 成佛就是获得大自在 但这种自在不是人历能够理解的 你看过西游记没有 就是测外法院 无所不能生通变化 那就是最起码是人历 头脑中的自在吧 那现在除了佛陀以外 还有谁成佛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佛陀 所以跟他学就行了 是吧 既然别人不知道 那就不要跟 你就跟着佛陀学就行了 是吧 就是一直有这个困难 比如说修空性 修直面 那一刻直面可以 然后修空性 那一个直空性也可以 有很多种原因可以导致这一个 就是是在空性的 就像您说的 就是可能头脑是发懵的 那一种东西 那你能说是三维角度 三维角度发懵 不是空性 佛的空性是两样 空性是 你肯定是突破人历的直戒了 你不只是人历的 先要停下人历的见闻觉知 你现在睁开眼看见的 你看见的这些东西 有一条漏可以让你解脱 就是你先把你看见的东西当成个假象 但是这个是不是假象 先不要去探讨啊 不要说是探讨 它到底真的假的 再不要给佛顶流啊 佛说你先看见 这是一条方法 这是个方法 因为你现在执着了 这是真实不虚的 执着了它 就算你执着它这个幻境也毫无意义 你说我 我相信佛说 这是个幻境 这没有意义 你执着它这个幻又怎么样呢 是 让你去离笑的 就是你感觉这个身体不是很什么 不是很什么 不是自己的 你如果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认为那是别人的 就行了 因为那个身体还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的 说也不说 你知道吗 你不会说他的身体的 你只是说 我感觉这个身体不是我的 但也不要说它一定是在哪里 是在别人那儿 不要这样乱想就行了 只是说 我们当下感觉 诶 磨声了 不知道身体在哪里 诶 这个是个好现象 没关系 因为身体经常影响我们 还有你刚才说的情绪突然降下来 那是与你的肝有关系 你肝功能不好导致的 是你生理的原因 然后你是喝酒吗 不喝酒 哦 不要喝酒 然后呢 就慢慢瞧就没有了 你这些现象也会消失 这不属于证调下来 你师父 我们在请了一个 你去法器 嗯 什么法器 我给你起了个法器 我给你起了个法器 法器挺好的 大家都想做法器的 你知道吗 大家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总是 什么是都想要个意思 你知道 总有一天 我起的名字有点怪的话 你就会一定想 这个老师这起的名字 肯定很怪啊 所以一定有点意思 这就是休息的 最重要破的这个意思 没意思 那就是意思 哈哈哈哈 我不是经常 我们经常会出现很多的错觉 觉得自认为 就是头脑会有 给自己找一些原因 就很神秘 我经常我以前打坐 就是很多幻境啊 或者是什么 经常有时候 我不是经常说过 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下午看到 看到夕阳落下来 我经常 从小就是 看到夕阳落下来的时候 就觉得 心里莫名的惆怅 然后看着夕阳的时候 就觉得 然后想再等一个故人来 就是觉得 就是有一个很 很好的朋友 可能要来 就是就是要来啊 大家有一个故人 可能就每次 就好像有个冤定 到夕阳西夏的时候 他就会来 很小的十几岁就会来 我一直觉得 有一个可能的天年之夜 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随着修行到最后发现 就是你这个妄想 哈哈哈哈 人总是把那个情绪啊 有一个 说的有一个梦境 总有一个梦境 它真的是个乱想 随着你的修行 这个这个境界消失了 而且这个境界跟了我很久 还真 我追了生生世世 也没找到它是什么原因 就是就是个妄想 就是你 你就是天生 你就是看见西夏 就是惆怅 你觉得有故人来 或者是你觉得 没有回到源头 或者是也许那个故人 就是自己咯 谁知道呢 是吧 也许自己是自己的本源咯 是吧 觉得自己迷失了呗 所以我们总要要个意思 我也经常以前要个意思 但是后来我 什么意思也不要了 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明了了 很多意思就明了了 嗯 每一个名字 假名 所以众生永远在考虑 万法从哪来的 经常问佛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很多的宗派 都在探讨宇宙从哪来的 包括科学也在探讨 宇宙是不是大爆炸产生的 这是人力的终极问题 人从哪来的 第一个人是从猴子变呢 还是从宇宙大爆炸来的 是吧 科学也在探讨 很多宗教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谁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那就说明他就是教主 你要说听你是哪来的 那不是你的上司吗 他知道你从哪来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吗 有的说是有人捏了你 有的说是你是什么 什么 凡天的一个梦 或者是怎么说 各种宗教各种说法 是不是 有的说宇宙大爆炸 科学是说 佛缴缘起法 如果有人力的缘起 那就形成人力 有鸡的缘起形成鸡 有蛋的缘起形成蛋 有女人的缘起形成 猪缘剧组产生了法 就是说这个杯子有陶土啊 设计师啊 高温啊 各种各种工厂的啊 高温烧制啊 各种缘 这叫缘嘛 各种缘剧组 这个杯子产生了 然后你看到的杯子 还要有光线 然后你的眼睛还要不忙 然后中间没有障碍 我挡住各种缘嘛 你就看见这个杯子 呈现在你面前了 这叫缘起 缘剧缘散嘛 缘剧了这个杯子呈现了 崩打来了 缘散了 就这杯子就没有了 但是又有人追根问题说 第一个缘从哪来的 就陶土土从哪来的 是吧 那也有人会说 上帝你造了我们 上帝从哪来的 是不是啊 宇宙怎么会爆炸呢 等等啊 各种原因是吧 佛就说我不说第一经 没有第一个原因 没有第一个缘 知道吧 但是没有第一个缘 怎么 但是佛 众生不一啊 你是教主 你怎么能不知道第一个缘呢 你这说不清楚 我就不跟你学啊 是吧 佛说缘起必尽空 后来说 因为万法本无生 你现在在梦境里认为 这就像刚才那位师说 你在梦境里认为 你在登喜马拉雅山 你说那个真实不真实 你说 然后佛告诉你 你在床上睡觉呢 你信吗 你不信 现在你坐在这个世界上 把你看到的山山水水认为真实不虚 跟你在梦境里有啥区别 你觉得你坐在这儿 周围就是很多朋友 很多人坐在这儿 这众生嘛 坐在山水里边 你觉得这真实不虚啊 这怎么可能是毕竟空呢 然后你问这个梦 怎么来的 对吧 第一个月从哪来的 怎么形成的 既然是个梦就没有原因 所以讲这些 只是为了你跟着佛学习 这些东西你成不了道的 按金刚进来成道 害观一切融梦幻泡雨离相 离了相你就是一切 你就回到如来的境界 离相 些离相才是一切法 你才是一切 你才能了解什么叫 一花一世界啊 一夜一如来这种境界啊 空心无处不在啊 这种事情 但是现在你不能 离相叫什么 你那些相很少呢 就三为那些相嘛 不就男相女相 佛说就四个相 我相人相 众生相受者相 先离这些嘛 是吧 你要想情相 我相人相 先情相 人力的认知 人力的知见 不是你把全世界抛弃了啊 人力的知见是人相 有一个使我是我相啊 知道吧 然后众生相 不是说有一些众生 你坐在这儿 哇 见闻觉知 哇 他是有病的 他是够的 他是近的 他是美的 他是丑的 这叫众生相啊 你一个起心动念 你都知道了 嗯 你一决屁股 我就知道你拉几个分蛋 这种直接 都叫众生相 你一定会 迷失在里边 我告诉你 不要那么聪明啊 你 你错了 在人道可以 在人道正要可以 继续造梦 但你要解脱道 这种聪明 就会误了你啊 你是用人力的直接 再去看问题的 错了啊 这不是解脱道 这不是成佛的路啊 这不是成佛的路啊 maison может跟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